Zither Harp Hey,大家好,我是凯特王,欢迎收听凯特迷之音 说到爱情啊,真的是大家怎么谈都谈不腻的话题哦 不管是网路上受欢迎的文章还是电视剧、电影、小说 你到处都可以找到爱情的元素 就连我的后台呢,很多讯息也都是来聊爱情的 那些关于爱情的大小事情啊,好像不管哪一个时代啊 都是女性最关心的事 不要否认 不知道大家最早的爱情启蒙是什么呢 小说还是漫画还是偶像剧或者是一些爱情电影 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介哦 我猜那些作品应该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你的爱情观 让你以为,啊,谈恋爱好像就是这样耶 男生应该就是像小说里所写的那样 或者是偶像剧里所演的那样吧 就算不完全一样,你也会自己带入一些情节 或者你自己就会上演那些剧情 那也就难怪西蒙婆华会这么讲了 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 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也许恋爱不是我们自己天生就内建的 我们就有恋爱的那些因子 而是因为我们收到了这些 比如说小说啊,漫画啊,偶像剧啊,电影这些 爱情剧的影响 而渐渐的发生的 在你的脑子里头才内建了这些冲动啊 或者是欲望啊,或者是向往啊之类的 嗯,知道你第一次恋爱 尝到了失恋的滋味 你才会明白 嗯,爱情好像跟你想象的完全不同哦 你渴望那种轰轰烈烈 缠绵翡测的感觉 但是不是很快就消失了 就是,诶,从来没有发生过耶 女孩子有很多很多成熟的瞬间 我想呢,体会到现实中的爱情 跟想象中的爱情的那种落差 这个瞬间啊 肯定是要算上一笔的 嗯,这个时候你就会 一瞬间就成熟了 但体会归体会 领悟归领悟 这些呢,都并不妨碍女人们 从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中 幻想她们所喜爱的爱情的模样 比如我吧 我算是蛮喜欢看爱情电影的 很多好莱坞的爱情电影呢 我可以重复看很多次 嗯,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朱利亚罗伯兹演的 麻雀病凤凰 新娘百分百 新娘不是我 落跑新娘都是很经典的 好莱坞的爱情喜剧 就会让我百看不厌 我相信你一定也有自己 百看不厌的爱情电影的口袋名单 甚至呢,会分不同的季节 或者是不同的心情的时候 你就要拿出来看什么 比如说圣诞节快到了 我就很喜欢 在圣诞节的时候看西雅图叶未眠 爱是你爱是我 以及恋爱没有假期 这三部电影 就会轮流着看 尤其是在那个 圣诞节的这个季节的时候 而韩剧呢 之所以大局成功地打入台湾市场 接手了日剧 全盛时期 成为女人的生活必需品 我觉得啊 不单单只是因为 韩国的流行 跟他们的审美 渐渐地取代日系 更多的是因为 他们大量地产出了 以女性视角为主的 爱情电视剧 而且啊 类型还非常的丰富 那个 迁入的角度是非常多元的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我跟我妈看的第一部韩剧 就是蓝色生死恋 这部电视剧当年 真的是非常的轰动 从60岁吧 到十几岁的女人 几乎全数沦陷 我觉得剧情 就是有点小狗血 应该算是被喊狗血吧 但我妈就经常看的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这让我想起 诶 我妈就跟我说过 在她年轻的时候呢 最喜欢看的就是 穷瑶的小说 然后呢 她到了周末呢 就会跟朋友 一起去看穷瑶的电影 那后来结婚了 穷瑶开始拍连续剧了 那八点一到 你就会看到我们家的女人 统统都坐在电视机前面 准时收看 然后我到邻居家 找我的同学玩 也发现她妈妈跟她奶奶 也看的也是穷瑶的八点档 因为妈妈跟奶奶 长期霸占着 遥控器的主导权 于是呢 我若是八点 想要看点电视 我就必须跟着她们 一起看穷瑶的连续剧 那我就发现了 在穷瑶的剧里面呢 男女主角 不用担心 她们自己的前途发展 只要一心一意 为爱 穷穷穷 就可以了 不用为 柴米油盐 酱醋茶这些事情烦恼 只要把全副的精神 放在情爱的纠葛当中 就可以了 感觉这些人一生 只会干一件事情 那就是谈恋爱 虽然剧中的女性形象呢 也算是蛮有个性的啦 而且也有一点点 独立的意识 但里面的男女的性别观念 依旧是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 男人就一定要很强啊 女人就要懂得怎么样 装可怜 示弱 也会强调 女人对婚姻要怎样 忠贞不二 长大了以后呢 我就趁一些课语的时间 就想很 基于好奇 就想说 把全剧的小说都看一次好了 因为我想知道 为什么她连续军那么红啊 发现这个女作家的文采 确实很不错 她的文字很优美 并且富有诗情画意的那种意境 她会大量的引用诗词歌赋 让原本的那种通俗小说 看起来就很文艺 也难怪很多人 就会很愿意看 也很喜欢看 而且呢 不得不承认 她真的是一个说故事高手 跟着她的情节的发展呢 会让人对爱情产生很多很多很多的幻想 现在很多的00后肯定很多人不知道琼瑶是谁了吧 但80后90后应该还是会记得小时候看过 环珠哥哥跟秦深深雨萌萌这两部戏 也许你隔天到学校都还会跟同学热烈的讨论剧情跟回忆呢 哪怕琼瑶剧现在看起来很过时 提起她多半也是负面的意思多一点 比如勾写啊疯狂啊歇斯底里之类的 但她呢确实其实是真的影响了几乎可以说三代人对爱情的价值观 那这就很有讨论的价值咯 因为她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况跟后来的时代印记 在琼瑶最红的时候呢 社会灌输给女人的观念是爱最大 琼瑶小说呢既然是言行小说 那么输出罗曼史就成为她小说的中心思想了 她笔下的女主角呢 为爱赴汤到火在所不惜 而每一个最后都会收获高富帅的男人的青睐 这使得很多女人如果只单纯被喂养这样的小说内容 她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人生直以爱情为主的女人了 那琼瑶可以红 说明当时琼瑶输出的爱情价值观受到当时的女性的青睐 你回想一下 你父母那一辈是不是老是说 女人做什么都不如嫁个有钱的老公重要 其实这句话说穿了就是琼瑶小说里面 换汤不换药的一个套路 再来呢就是自由恋爱的权利 过去传统的门当户对啊 包办婚姻啊 相亲介绍这些都被视作封建 那很多的男女就渴望借由恋爱的自由来完成婚姻 而小说里那些冲破光架的爱情呢 自然就会让人感到羡慕跟向往了 比如穷女孩跟富二代 贵族千金跟穷小子这种冲破阶级的爱情 以及很禁忌的爱情 比如说两个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位女孩啊 甚至有人爱上凶嫂啊 那些禁忌的失声恋哦 他都写过 但现在时代真的很不一样了 现在的女性呢 虽然可能关起门来 暗暗的还是会羡慕啊 那个女人嫁得真好啊 但公开的场合呢 还是要正知正确的说 爱情跟婚姻不能够代表女人的全部 哪怕她的内心可能不完全认同啊 但是她还是必须得要这样讲 有没有 你有发现吗 比起冲破那些框架阶级的爱情 其实现在的女孩子 她们更向往什么 更向往的是势均力敌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你很优秀 那老娘我也不差 虽然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 也会像穷摇笔下的女主角们 在男人与爱情中 寻找自己的价值跟意义 但是呢 我们更喜欢称这个过程叫做 寻找自我 认识自我 再也不是那种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那种低到尘埃里面 很卑微的态度 而是没有你老娘也许活得更漂亮 这种听起来非常女权的口号 比起穷摇式的强烈输出情感 每一句话都要充满非常多的 情绪跟情感绑架才要说出口 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主角 更多是强调自持自律的 也就是我们是非常理性的 就算我们偶尔有一些可爱啊 任性啊 也会用傲娇那种态度来包装 来诠释 而且呢 每一个都自带解的气场 这里不是指年气哦 就是指那种很解的那种气场 一个女人呢 为了爱歇斯底里 太不体面了 这个时代 古春女人要优雅转身 敢爱敢恨 敢离开 所以呢 重瑶真的过时了吗 会不会只是换一个形式包装而已呢 大家或许可以思考看看 而我始终觉得啊 关于爱最大这一点 在女人的内心深处啊 也许从来就没有过时 不然就不会有各式各样的爱情剧啊 换一个形式不断不断的登场了 而且永远都会有女人买单 女人想看 情感鸡汤文也是一样啊 永远都会有人点开来看 是高点几率的代表 所以说起琼瑶呢 我个人其实是很佩服的哦 她的人生故事 说起来跟她笔下啊 那些小说里面 所发生的故事 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样充满戏剧性 而且呢 甚至是更加八卦的 听到八卦两个字 你的耳朵有没有竖起来啊 我自己本人是非常喜欢听八卦的 琼瑶本身也就带有一点点八卦的体质 我想呢 是因为她是一个表达欲望很强烈的女性 而她自己的情感表达呢 也是属于强烈输出那种级别的 你看她的文字 你就会明白了 永远有非常饱满的情绪隐含在其中 至于我为何说自己很欣赏甚至是佩服她呢 也许啊 你听完接下来我即将要说的故事就会知道了 因为对我来说呢 她不仅是台湾言行小说的第一把交椅 也是一个时代的缔造者 在我眼中 她是一个生命力源源不绝的女人 而这样蓬勃的气息呢 一直都展现在她的作品跟人生当中 琼瑶本名陈哲 这个哲字呢 就是陶哲的哲 两个集拼起来的那个字 1938年4月20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她是一个母羊座的女孩哦 是不是还真的有一点活女的味道呢 1949年国民政府过前来台 她便随着她的父母从中国来到台北定居 到台湾念高中之后呢 她的大学落榜了两次都没有考上 于是呢 就决定不再考大学了 就开始专心的写作 琼瑶的父母都是书香门第之子 她的父亲呢 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教授 而她的母亲呢 也曾经是建中的国文老师 出生于一个氏族之家 家中的状况啊 其实算是非常不错的 琼瑶的妈妈当年 在北京的两籍女中就读 爸爸是那个女中的老师 这一对年龄相差15岁的师生恋 最后修成正果了 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妈妈就把双胞胎的姐姐 取名叫做陈哲 也就是后来的琼瑶 所以琼瑶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 而她名字里面的哲字呢 就是为了纪念他们两个人 结识的两籍女中了 父母的爱情呢 对琼瑶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哦 也算是她后来少女时期 已经看到的始作俑者 浪漫的师生恋 结婚还生下一对龙凤胎 哇 偶像剧都不敢这么写呢 于是呢 当琼瑶上了高中 她便大胆地爱上了 大她25岁的高中老师了 这一段初恋呢 后来被她写入了成名作窗外 之后呢 拍成电影 她就找来林心霞演高中生的自己 也成为了林心霞的成名作 不过呢 爱情就是这样子 妈妈那时候跟爸爸不顾无切地在一起 并不表示 同样一件事情 发生在自己的儿女身上 他们就能够理解 或者是支持你 全皇的妈妈 在日记中就发现了这一段时生恋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于是呢 一气之下就把高中老师 告上了法庭 说她诱拐未成年少女 最后呢 老师就被学校解雇了 下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 后来呢 有一位作家叫做郭强生 他在多年之后呢 就提起这件事情 说穷瑶的成名作窗外的男主角 康南就是自己的大舅舅 也就是当时的高中老师 那个时候 还叫做成哲的穷瑶呢 经常就会偷偷跑到宿舍 来找自己的舅舅 他说 自己的大舅舅后来因为失声恋被解雇了 但是成哲呢 还是会拿着自己的小说稿 来请教老师 成哲最后成为了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穷瑶 但大舅舅的人生呢 却自此潦倒了 最后因为酗酒过度而去世了 哇 好八卦 好好听哦 结束了初恋的穷瑶呢 后来真的就无心考大学了 他就开始专心的写小说 后来他遇到了一位 念台大外文系的文学青年 叫做马森庆 两个人相恋七个月就闪婚了 那年穷瑶才二十一岁 两个人结婚就住在一起 并且在一个很小的租来的房子里头 两个人互相的写小说 互相的看彼此写的东西 并且呢 也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因为马森庆的工作 从台北就搬到了高雄 虽然啊 两个人都喜欢文学 并且都有着创作的才华 但穷瑶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而马森庆呢 跟他比就显得比较懒惰一点 穷瑶呢 后来以窗外成名之后呢 马森庆在高雄的另游厂当职员 于是呢 两个人的世界差距越来越大了 渐渐的便相互无法理解 马森庆的性格开始转变 并且沉迷于杜博 后来呢 穷瑶开始接受了电视的采访 就提及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于是他就这样讲了 我们的婚姻只维持了几年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 他对工作没有什么热情 后来呢 更是常常的不回家 由此呢 你可以断定 穷瑶的第一段婚姻呢 是因为夫妻两个人 对于事业的价值观不同 穷瑶相对充满野心 而他的先生呢 却仍穷至短了一点 所以呢 当他后来因为投稿 而认识了皇冠出版社的平心涛 才会被平心涛身上那种 对于事业的热情给吸引了 平心涛是穷瑶一生最重要的男人 也是之后所有八卦故事的开端 他们两个人共同创造的 事业高峰未为传奇啊 是皇冠出版社最辉煌的时刻 他们的爱情也是 不被常理所接受的 因为当时呢 平心涛有老婆 有三个孩子 而穷瑶呢 也是有老公有儿子的人 而后来的人们呢 更喜欢用穷瑶是小三 来解释这一段感情 哪怕平心涛最后离婚了 也娶了穷瑶了 两个人吸手度过了下半生 但是 小三的印记 依旧无法从穷瑶的身上 给抹灭掉 那时候穷瑶25岁了 进入了皇冠出版社 成为他们的签约作家 而皇冠出版社 虽然已经成立七年了 却始终惨淡经营 皇冠呢 是平心涛借老婆娘家的钱 创业的 但是呢 在穷瑶加入之前呢 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 但他在一堆作者当中呢 发现了穷瑶 签约他成为出版社的作家 用他自己对内容市场的敏感度 以及对通俗小说作品的鉴赏力 成功改写了两个人之后的命运了 他看过穷瑶窗外的稿子之后呢 就建议他要在第一章 就让女主角江燕荣跳出来 要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抓住读者的心 这样铺垫故事呢 才有吸引力 果不其然呢 窗外在皇冠的连载就获得了成功 也一举改善了皇冠经营不善的窘境 第一次见面之后呢 他就亲自送穷瑶去火车站 毕竟当时穷瑶还是高雄台北 王返的那个作家嘛 虽然离婚了 但是还是住在高雄 窗外爆红了之后 平心涛就建议穷瑶赶紧 你要赶紧写第二部了 第二篇小说了 为了解决他在南北奔波 还要带小孩的困难 于是呢 他就在自己家的对面 帮穷瑶租了房子 并且呢 还帮他请了保姆 解决他生活上一切的不方便 替他创造一个能够安心写作的环境 也是那个时候 平心涛还身兼联合报复刊的一个主编 于是呢 他就看准了穷瑶的才能 让穷瑶在一个月以内 同时在皇冠杂志跟联合报 连载两篇不同题材的小说 可以说啊 穷瑶的潜力 就是在平心涛的驱动之下 渐渐的被开发出来的 我想写作的人应该都会知道 你要同时连载两部小说 是真的很需要才华才能 还有体力的 有共同目标 又惺惺相惜的两个人 擦出火花真的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但关于这一段婚外情三角恋 在平心涛 平心涛的老婆林婉珍 以及穷瑶这三个人的立场来看呢 却代表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于是呢 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跟议论出来了 林婉珍呢 后来在平心涛因病 逐渐失智了之后呢 他就出版了自己的自传 叫做 《往事浮光》这本书 于是呢 在这本书当中呢 他才将这一段婚外情 跟自己多年的委屈 公诸于世 林婉珍跟平心涛 相似于联合报 两个人一个是会计 一个是文职员 当年呢 平心涛追林婉珍 是因为她是公司最美的姑娘 两个人婚后呢 就生了三个小孩 林婉珍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先妻良母 在家相夫教子 她为家庭付出蛮多的 是典型传统的那种 奉献型的女人 但是她后来自己回忆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优良的妻子的平性 才导致她最后 已离婚收场的 她认为平心涛 对琼瑶一开始 并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琼瑶呢 却很早就有了企图心 在以林婉珍为 第一人称的故事当中呢 有一个流传 非常广的一个段子 也就是琼瑶著名的 夏天和冬天的 遼南攻心记 我不晓得大家听过了没有 这个段子很有趣哦 我给大家说说 你们听完呢 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答案 以及呢 为什么这样子的回答 叫做遼南呢 林婉珍在书里 是这样写的 我还想起二女儿 曾经告诉我的一件往事 那时女儿才小学一年级 琼瑶还住在我们对面 她去琼瑶家玩 听到爸爸跟琼瑶聊天 女儿回来告诉我 爸爸问琼瑶 你喜欢冬天还是夏天 她问我 妈妈 如果爸爸问你 喜欢冬天还是夏天 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说 不是选冬天 就是选夏天啊 她告诉我琼瑶的答案 她说 琼瑶说 冬天的时候 我喜欢夏天 夏天的时候 我喜欢冬天 孩子说 她觉得这个答案很聪明耶 听到琼瑶的答案 我变沉默了 也许当时 她们还没有暧昧 但我已经感受到 她的企图心了 在林婉珍的 往事浮光当中呢 琼瑶不仅是 破坏她家庭的第三者 更是一个绿茶婊 但却也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让平心涛的事业 得到辉煌的成就 让平心涛的原配 跟她的子女 都得到了最好的物质生活 琼瑶的说法则是 平心涛退她很好 甚至是主动追求她的 而她也是因为她的热情 她的主动追求而心动的 她自己是一个 可以为爱而爱的人 是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人 一大爱情来了 什么礼教啊 伦理啊 都可以不管的 但是也是因为受到 传统教育的影响 她在内心深处呢 依然无法默示 自己是一个第三者的事实 穷瑶形容林婉珍啊 是一个拟来顺受的女人 即使她后来知道穷瑶的存在呢 却也还是一直都忍耐着 林婉珍跟平心涛啊 就像一壶没有泼文的水 跟一盆热烈的火 之所以不太能够协调啊 也许是因为性格上 这一点点的区别 但是穷瑶可能忽略了 或者是 她是故意忽略的 她跟平心涛的爱情 之所以能够有结果 并且一同洗手度过了下半生 更多应该是 除了爱情之外呢 她们有更深的羁绊 是属于利益的捆绑 因为穷瑶的小说实在是 太赚钱了 太能赚钱了 在某种程度上呢 是穷瑶一个人 成就了皇冠出版社 穷瑶成为了签约旧家之后呢 皇冠才从长达七年的 惨淡经营 一举成为业界的龙头 当时皇冠签了 14个专职作家 只有穷瑶的连载 销售量是最好的 如果某一期 是穷瑶小说的完结篇 那么接着她结局 后来买的那一期 销量肯定非常的惨 所以呢 平心涛根本就舍不得 放穷瑶走 对她那么好 不惜以爱情来打动她 从情感到事业 都紧紧的跟她绑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男人 实在是太懂人情了 也能说她实在是 太懂穷瑶了吧 她知道穷瑶是一个 爱情的狂热分子 也知道她自己本人 也很有野心 也同时是很欣赏那种 有野心的男人的 他们两个人本质上 非常非常的雷同 从这一点 事业体的合拍上面 你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求瑶小说火了之后呢 开始有电影公司 跟皇冠买版权 来改编成电影 求瑶小说的特色就是 她的情感 起伏非常的大 狗血的情节 非常的多 人物的纠葛 也很精彩 特别是适合 以戏剧的方式 来呈现的 于是呢 钟影就买下了 六个梦 以及窗外的版权 之后拍成了电影 婉君表妹 跟窗外 上映了之后呢 果然就造成了轰动了 这两部作品 影视化成功了之后呢 平行涛跟琼瑶 立刻就秀到商机了 与其卖版权给外人 我们何不自己来做呢 于是很快的第二年 她马上就跟平行涛 合众合伙成立了 火鸟影业公司 之后呢 又成立了巨星电影公司 开始大量的将自己的小说 搬上荧光幕 边拍边写边写边拍 整个六零七零年代 全妖小说改变的电影 几乎就垄断了台湾的电影市场 不仅得到了金马奖的肯定 也创造出了第一位 全妖女郎林青霞 以及她的一幕情侣搭档 秦翰或者是秦香玲 到了八零年代 全妖式的爱情电影 不再吃香的时候呢 她又跟平行涛 成立了宜人传播公司 开始进军电视剧产业 首次进军呢 就推出了三十集的连续剧 叫做《几度夕阳红》 1986年 《几度夕阳红》 造成非常大的反响 也成为了穷瑶 深耕电视剧的开始 直到了两千年 千禧年的前后呢 穷瑶的连续剧 才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 因此呢 可以说 穷瑶从八零年代开始呢 就独霸一方 撑起了华语爱情 连续剧的黄金时代了 穷瑶女郎呢 一个一个一个的出现 而且每一个都大红大紫 这充分说明了 穷瑶选女主角的眼光 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哦 而穷瑶剧呢 也成为了另类的造型梦工厂 只要是被穷瑶 清点成女主角的 几乎有很少 有不红的 比如说 赵薇啊 范冰冰 她们都是 从六零七年代到两千年初呢 穷瑶总共出版了六十五本的小说 几乎每一本都被影视改编过 直到她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 依旧在创作 所以啊 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强大的创作力 以及她所打造出来的穷瑶宇宙 一直比开始的女作家真的太多了 但是呢 能够像穷瑶这样 抓住时代的机会 把自己的小说影句话 并且开创另一个高峰的女人则 少之又少 这里面有她自己的努力 当然 也是她跟平行涛 一路相互扶持的一个结果 她们共同制作了 十三部的电影 二十五部的电视剧 成果非常的惊人 无数个明星 从她们手中诞生 她们也把自己变成了传奇 但 也正因为这巨大利益的关系 平行涛在世的时候呢 她的原配家庭 始终跟崇瑶 维持一个和平共处的微妙状态 毕竟崇瑶是一棵摇钱树啊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否认的 平行涛跟妻子嫌疑离婚之后呢 并没有马上搬离家中 是直到最小的小孩 上大学之后呢 才公开一切 并且离开家 跟崇瑶结婚 在这里我们不评价这一段婚外情的是与非对与错 只能说身为男人 我觉得平行涛显得聪明 而且非常的实际 当她遇到了崇瑶 出场了成功的滋味之后呢 她就知道这辈子 可以跟这个女人创造更多的可能 这是自己家中原本那位原配做不到的事情 哪怕她创业用的是林婉珍娘家年的钱 但是呢 这一家子能否过上好日子 日后还是要看她一个人的表现 更何况她是如此的渴望成功 崇瑶与平行涛的婚姻持续了43年 直到她去世 若把前期也算进去的话 就约莫有53年之久 你看看这两个数字就会明白了 这绝对不是一段轻浮的婚外情 或许呢 在很多人眼中看来 这是两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的战争 但在我看来 这其实是一个男人最合理的人生选择 她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选择那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也是自己最想要的那一个 像琼瑶这样 充满神奇创作力的女人 让人感到满满的生命力跟热情 跟她这样一个女人一起消耗江湖 真的比守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贤气良母 守着一份不贤不淡的事业 快乐多了 也精彩多了 换作我是男人 我也会变心的吧 不要说我是男人 如果我是女人 有一个普通的男人 跟一个充满事业心 跟他在一起可以消耗江湖的男人 那我当然也是选择后者啊 这也是我谈了很多次恋爱之后呢 结了婚之后呢 才逐渐明白的事情 爱情为何可以走入婚姻 婚姻又如何长久的经营下去 常常取决于两个人在生活中 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火花 是不是能够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生命共同体 而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生命共同体 并不是生几个孩子 有血缘关系就可以了 你们并不一定要像平行涛跟崇尧一样 拥有共同的事业 但是你们对彼此在工作上的激励跟理解 一定要在同一个频率上面 好的夫妻关系 肯定是相互扶持的 然后一起品尝努力的成果 绝对不是有一方 单方面的享受 或者是纯粹的接受另外一方 完全的付出 崇尧跟平行涛度过了非常风光的中年 但随着两个人前后付出事业舞台 迎接他们的开始是年老的病痛跟生理死别了 平行涛后来重病缠身 失智 卧床 崇尧也因为平行涛渐渐地不认得自己 而失去了心灵上的依靠 而平行涛的临终的事情呢 也搞得两人妻子乌烟瘴气的 甚至闹上了新闻版面 崇尧坚持平行涛嘱咐过她 如果自己病危 坚决不要插管 不要过度治疗 要体面地走 但林婉珍跟她的三个孩子不愿意 他们希望利用医学的方式 可以延长平行涛的寿命 原配这一方斥责崇尧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并且说她是嫌弃平行涛了 除此之外呢 有很多很多喜欢崇尧笔下 纯粹又热烈的那种爱情故事的读者 因为知道了崇尧身为第三者的身份之后呢 就开始对她进行很多网络的谩骂跟攻击 也让晚年的崇尧有一点点晚节不保的感觉 但是崇尧是谁呢 她可是走过大时代 并且在里面滚了又滚 翻了又翻的老司机啊 她在解决了跟余政抄袭的官司之后呢 就送走了平行涛了 然后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晨且 她又满血复活了 她说自己把自己被消灭的65本作品给重新出版 又写了几本新书 直到完成了80万字 哇 80万字耶 直到完成了80万字的梅花英雄梦 然后再出版它 80几岁的人啊 真的要佩服她的体力真的是太好了 战斗力太强大了 我真的是太佩服她了 虽然这几年呢 崇尧以及她所代表的小说跟电视剧 成了爱情三观不正的代表 但是也不能够否认 她确实在适合她的时代拥有大批的信徒 那样的爱情观呢 就算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了 但是她可能在她所属的年代 是一个人人信奉的鲜学 她安抚了很多少女不安 而且躁动的灵魂 提供了她们可以充分幻想爱情的一个原地 所以呢 我愿意称她为一个成功的女性 在她身上呢 我同时看见了创作的能力 过人的才华 以及商业的脑袋 这些优点其实是很难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 但是琼瑶的身上却同时都拥有了 琼瑶的晚年 由她的儿媳妇 继承了她在影剧方面的成就 心下呢 也有两个可爱的孙女 虽然纷纷扰扰不曾远离过她 却也能算是非常幸福的了 对不对 但也许是过去这几年受到平心涛失智卧床的影响啊 不久前呢 她以82岁的高龄对外公开了她的遗嘱 但是 虽说是遗嘱 其实也就是她公开写了一封信 给她的儿子跟她的媳妇 告诉她们 我想要怎么死 我死后你要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也许呢听完了你也会对自己看待生老病死 有不一样的思考 她是这样写的 她说 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 不动大手术 让我死得快最重要 这漫长的人生 我没有因为战乱 贫穷 意外 天才人祸 病痛种种原因 而先走一步 我到这个年纪 已经是上仓给我的恩宠 所以从此以后 我会笑看死亡 她希望孩子们尊重她的意愿 让她对自己的死 可以做主 如果她失智不能做主了 那就按照这个遗嘱去办理 并且强调 无论什么情况之下 她都不要插管 任何维持生命的管子 她都不要 因为她不想那样的活着 急救措施也不需要了 让她没有痛苦的 快快的死掉 比什么都重要 千万不要被生的迷思给困住了 因为来到这个年纪 她觉得自己 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 再来 她不需要任何宗教仪式的悼念 最好的方式 就是尽快地火化她 采取花葬 或者是树葬的方式 让她归于尘土 不发复文 不公祭 也不开追悼会 私底下呢 家人们一起聚在一起 祭拜就可以了 不做头期 不烧纸钱 不设灵堂 不要出病 以后清明 或者是她的忌日 也都不用击败 最后 她告诉她的家人 不要在意外界 会批评她们不笑 因为她自己 从来就不迷信 任何迷信的事情 都不要做 后事呢 办理的越快 她就越开心 甚至支持她的家人 快速办完后事之后呢 再公开她的死讯 免得有其他的干扰 会让她们比较难做人 回顾琼瑶的过去呢 她经历过 今世骇俗的初恋 失败的婚姻 曲折的婚外情 也收获了一段 事业跟婚姻 相互成就的爱情 被人好好的爱过 被人好好的宠过 也曾经伤害过别人 她有着能被后来的人 津津乐道的许多作品 成为了很多人的贵人 当然 也是某些人的眼中钉 说真的 她的人生 活到现在 依旧好精彩啊 你说是不是呢 不知道你听完这一集 关于穷儿故事之后呢 心中是否对她改观了 凯特迷之音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